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得太多 信到一个程度 好像把医生当成神 他说什么我们都接受 自己完全被动 到病方不受控制 他就完全崩溃了 完全否定医生的努力 拒绝回医院再接受治疗 信得太多 或者完全不信 这都不是一些健康的关系 有很多病人 从一开始 他就信亲友的治疗备方 多过信医生的专业知识 医生的特别技能 所以他就会周术去找那些奇方妙药 甚至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延误了他那个医治的时间 到底医生是否真的说的东西 好像是完全不容置疑的呢? 或者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医生医者父母心 到底医生是否真的有父母心呢? 他会不会珍惜我们的生命? 他会不会紧张我好或者不能够好呢? 到底病人和医生的关系 是否只有被动的接受 或者主动的拒绝呢? 我们能不能够和医生发展出一种 又积极又有效的关系 叫病人是得到好处的呢? 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透过诗歌、圣经和讨文 我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多的支持和鼓励 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至十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需改变 山需摇动到海深 其中的水需平均翻腾 山需因海障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圣欢喜 这圣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圣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圣 外邦圈阳列国摇动 神发声地边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他只识刀兵即刀地极 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九节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华叫作不是大 旁边有五个浪子 里面躺着核眼的 渠腿的 血气枯干的 许多病人等候水动 因为有天使 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谁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就全如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 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全如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要许的时候 就有别人让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玉子走吧 哪人立刻存余 就拿起玉子来走了 我带着无愉快心情 带着那小小行李 轻快地满步 在雨后阳光里 我看着那天空彩虹 沿着那彩虹影中 让我们一起走出自己的天空 走出自己的天空 不忘掉忧虑和忧虑和忧愁 这是发现自己 重新站立的时候 走出自己的天空 我的忧虑和忧虑和忧愁 这是开庄美好生活的时候 我带着我愉快心情 带着那小小行李 轻快地满步 在雨后阳光里 我看着那天空彩虹 沿着那彩虹影中 让我们一起走出自己的天空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发现自己 重新站立的时候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开庄美好生活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发现自己 重新站立的时候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开庄美好生活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医者父母心呢? 病人和医生的关系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肝癌女病人 他跟我说 他说 医生一直都要我面对现实 说这一次如果再复发 就没得医的了 他要我不要再回医院找他 不用再做复诊了 这个肝癌女病人跟我说的时候 满念的无奈和不分 他的表情是让我没有办法忘记 在这几年在我辅导病人的时候 我常常都遇到这一类的投诉 有时医生的劝告其实是善意的 因为如果那个末期的癌病人 能够留在屋里面 留在他自己的家当中 能够和他自己熟悉的家人 爱他的家人 你去过最后一程 其实是比较 睡在医院那里 你等着过世是幸福很多的 不过有时候医生 好像对那个肝病的女病人 做出那些的劝告 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我保护 而不是为病人的好处着想的 为什么我们会说 医生会有这种自我保护的反应呢? 当一个曾经为病人 尽上最大努力的医生 他发现病人 咎病复发了 其实医生的心是不好过的 当他知道的时候 其实他心真的会沉下来 他的内心的感受 绝对不是好像他面上表达的 那种冷静、那种冷漠 有些医生知道 癌肿瘤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了 他知道他就会失去这个病人 他不能够接受这种事实 他就会制造一种不在常的环境 拒绝被这个病人有陈期 甚至对那个病人发脾气 他就是不要眼白白地看着病人 所以他需要一种不在常的这种感觉 来保护他 简而知 他的拒绝是源于他的关注 他的爱惜 没错 有些医生对病人 的确是有着一份父母的心肠 病人对这样的医生 我们应该要採取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 首先 抹期病人 是需要医生的 起码来说 是需要他那种强力的止痛药 所以千万不要和医生的关系 是搞到祸 再说 他长久以来为你努力 是值得你一种很真挚的感谢 所以试一下 找一个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 你对医生说出你感谢的说话 告诉他 你知道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 告诉他 你也都接受了 这个是抹期的现实 不过你同样重要的 是要告诉他知道 你仍然需要他在这个时候 帮助你去度过 病人或者要重新学习 原来医生都需要病人的帮助 他才可以完全发挥 他能够帮助病人的那种功能 第二点 病人要学习做选择 这些是病人能够有尊严 走这个路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病人通常在医院里面 是会被人命令我们做这些 命令我们做那些 有时在家里 我们都被决定 我们吃什么 不能够吃什么 要做这些 不可以做那些 所有这些的命令 都是叫人很气馁的 有时我们会听到家人说 你都是为你好的 可惜 就是我们不能够 因为他一句话 都是为你好 我们就会变成像 BB仔那样 来听话 来信命 所以我们就要把选择权 拿回来 而且你要学习 好好地使用它 一般说来 病人面对医生的时候 是最没有自主权的 他所有的事情 都要听命于医生 告诉他要怎么做 或者禁止他 不可以怎么做 但是今天很多医生 都会认识到 原来这样是不好的 当一个完全被动的病人 他只是听着医生 说要做这样做那样 而他自己完全没有自己主见的 而且这样的病人 其实跟一个完全消极的病人 没有什么分别的 药石对他们 是很难发挥全面的功效的 在耶稣时代 希腊社会有两种的医生 一种就是 只是医治那些奴隶的 这种的医生 他去到奴隶的面前 他是不说话的 他只是做单方面的诊断 开药 和发出命令 他是拒绝 完全拒绝 和病人有任何对话的 他看完病 开完药 就走了 你和走 都不发一言 但是另外一种的医生 就专与医自由民 就是说 那些不是奴隶 是罗马的公民那种的人 那这种医生 医病人的时间 就是说 他的回诊时间 是有规定的 他不能够快 不能够很短 做完诊断 开药就算了 他见到那个病人 他要详细去询问病人的情况 然后和他仔细地去做诊断 他会告诉病人 他会用什么药 这些药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就要问病人 他接不接受这种药 这种的医生 就是医自由民的医生 今天西方国家 譬如好像美国 加拿大 很多医生 一早就用了这种方法 来对待病人 他们有规定 他们有规定对病人相处 会诊的时间 他们也会关心到病人的日常的起居 药物的反应等等 只可惜 在亚洲地区 仍然是不常见的 就算我们说 我们看的是私家医生 很多私家医生 他坐下 问你什么病 然后到他开药 有些真的不过两分钟 就做完了 不过 就算亚洲 新一代的医生 也都越来越多 的人是接受 这种比较文明 比较人道的 那种的诊治方法 我们那些癌病人 我们就一定要和医生 培养出这种 又是开放 又是积极的关系 然后那个医生的果效 才可以发挥出来 不过 病人一定要学习 什么叫做选择 我们要注意 选择呢 那个意思呢 就表示是相信 而不是任意 不是说我能够任意而行 这个就等于我有选择权 选择权 而又能够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 表示是你相信 你所选择的是有效 这个叫做选择 原来很多病人 他是不肯接受医生的医治途径的 不是因为他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呢 他相信自己的方法 比医生的方法更加好 只是他相信 他的街坊 他的亲友的方法 是会比医生的方法更加好 不是相信自己 仍然是信人 这样的选择呢 就起码犯了两种毛病 你的街坊 你的亲友不是医生 流行版方 所以会常常担验病人的就医时间 就是因为有人告诉他 这个方法 那种草药是有效的 于是他就会放弃了医生的方法 医治 就去用这些版方 用那个版方 通常都需要一些时间 从三两个星期到三几个月都不定 到了他经过了版方医治的时间 仍然不能够发挥果效 相反的他发觉 他的病是越来越沉重的 然后他才放弃这些版方 再回去求医 这类个案常有发生的 所以我们说 信街坊亲友 而不信医生 是不合理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 假如我们相信的是亲友 而不是自己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就发挥不到 自主、自在那种医疗的力量 你之所以信亲友 不过是一种药石乱头的表现意 真正的选择 是经过你很仔细去认清 去分辨 然后才做出那种决定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决定 而且是满有把握地贯彻始终 然后你所选择的方法 才会生效的 说出来 你可能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喝白滚水 都会医癌 那事实上白滚水的开水 就真的会把你的癌细胞杀掉 这些就是安慰剂的原理 也是刚才我说的 一种由自主、自在 所发挥出来的医疗的力量 不过你一定要真正相信 真正实行 才会发挥那个果效 所以你和医生的关系 不在乎你完全听名于医生 而是在乎一种很积极的 很正面的一种合作 是里面有你自己的分辨和决定 这样你就能够体会到 医生对你 对每一个病人 都是有过一份医者父母心的 我带着不愉快心情 带着那小小心灵 轻快的漫步 在日后阳光里 我看着那天空彩虹 沿着那彩虹影中 让我们一起走 出自己的天空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开场美好生活出 成了一个决定 我带着我愉快心情 带着那小小行李 轻快地漫步 在雨后阳光里 我看着那天空彩虹 沿着那彩虹影中 让我们一起走 走出自己的天空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发现自己 重新站立的时候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开创美好生活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虑和忧愁 这是发现自己 重新站立的时候 走出自己的天空 忘掉忧愁和忧愁 这是开创美好生活的时候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患骨癌的年轻人的见证 这个年轻人 在他发现自己患了骨癌的时候 他整只右脚都一定要锻上去 开始的时候 他非常害怕 逃避医生 后来他才明白过来 完全跟医生配合 是很主动的 这样来跟医生一起对付他的疾病 他始终打赢了这个癌磨 我就称这个见证里面的主角是健仔 健仔今年22岁 是一个残障人士的赛车手里 当然他们用的赛车 就不是像我们通常见到的 那些有发动机 有四个轮胎那种的汽车 不过是双残人士所用的 只有两个轮的那些轮椅 而健仔的观众 都不是夹到擠满了那些观众 那些人那种 而是他的朋友 爱他的太太 他得到他们的欣赏和掌声 健仔又觉得 在过去忍受 这么长时间的痛苦和奋斗 是完全值得的 不过 说起健仔的过去 其实是很凄凉的 健仔最早发现的脚不妥当 是十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右脚踩到一块石 突然感觉到疾痛 疾痛到他没有办法走路 于是他就去看医生了 他看尽了很多铁大医生 中西医都看过 都找不到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西医觉得很奇怪 发觉当中一定有些特别的事 所以就劝他去试一下照X肝 谁知一照之下 才发觉他整个右脚 几乎全部被癌细胞腐蚀了 医生要他立刻动手术 把整个右脚切掉 当时因为健仔忍受右脚的痛楚 忍受得太久了 痛到他没有办法再正常生活 所以他当时就完全反对 做这种切除的手术 但是他慢慢想不到 完全想不到 就是竟然切除了右脚之后 才是恶梦的开始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 健仔又一定要打那些化癌针 医生告诉他 医生可能要打足一年 每次打针都一定要住在医院里面 一个礼拜 这些的针叫健仔吃尽苦头 打完每一支化癌针 它就一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呕吐 而头又暈,暈到天船地转 但是最叫健仔 怕得不得了的副作用 就是失忆和落法 他常觉得自己 好像是处在一个地狱那里 熬了很久很久 结果打完了整年的抗癌针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医生发觉 他的肺部都有了癌细胞的中绩 他又要再打另一次 更强力的抗癌针 这一种的抗癌针 就将健仔折磨得更凄凉 在这个时候 他再不是好像以往那样 可以住在家里 因为他的药太厉害了 他一定要留院 所以他就住在医院那里 每一次他知道自己快要打针 他就在医院里面 周处找地方躲起来 有时他会躲在那个治疗室那里 甚至到有时他会躲在厕所 但是每一次都被人发现 一见到有人穿白袍的人走近他 他就会好像条件反射那样 就惊起来 就全身发抖 因为在他心底的深处 他认定所有那些穿白袍的人 都是只会叫他受苦的 所以每一次见到他们 他的心跳就会加快 他不由自主 一脚就会走的了 就会离开他们 就算明知不是 那个穿白袍的人 是要来抓他去打针 他都会不知觉地 就会避开那些穿白袍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的病 是很难医的 他对自己的前途 完全失去信心 他的身 他的心都痛苦到非常 他一共有六七次的时间 是想过自杀的 每一次 他走到医院的天台 他都想从上面跳下来 一了百了 在走上医院的楼梯当中 只要他见到医生 护士 或是任何穿白袍的人 他就知道 前面有一段 是很痛苦的时间 叫他无法 不心惊欲跳 但是每一次他在天台的边缘 正要踏着脚跨出来的时候 他都情不至今地 想起自己的妈妈 和他的家人 他的心里面 就涌出一个的呼喊 他在那里对自己大声叫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我不甘心就这样要死 亲人的面容和影子 叫他跨出的脚步 又再一次收回来 他又再一次乖乖地 走回到他自己的病房 看着那个穿白袍的人 一步一步走近 又一次 无声地伸出他自己的手臂 让那些强烈的针药 是注射入他的血管里面 他每一次伸出一只手 他都需要做一种的抉择 要落一种的决定 内心那种的挣扎 完全不是常人 所能够明白的 不过他相信 每一次他伸一只手出来 都是向这个 还责一个的挑战 在这个宣战里面 他知道 唯一能够帮助他的 就是这些穿白袍的医生 这些他曾经害怕过 曾经千方百计 逃避过的 这些穿白袍的人 当他能够信任 这些穿白袍的人 他心里面的重担 好像突然间就减轻了 他知道 起码有人 是能够帮他 一起去打这一场仗的 这一轮非常强烈的抗银针 终于打完了 健仔出了院 但是离开院之后 又要怎么样 原来健仔 仍然要面对着 另外一个更大的难关 人已经大了 要找些什么职业呢 怎么样去维生呢 前面的日子 又要怎么样过呢 健仔曾经去过 劳工署去求助 劳工署就安排他 去一些工场 你去做学徒 他曾经学习过 是按牙医送来病人 那些牙齿模型 去制作假牙 可惜 那些假牙师傅 根本就不愿意教健仔 那些制作技术 只不过因为健仔 是一个残废的人 有残疾的 健仔在工场两年 完全学不到 那些制牙的技术 他觉得很没意思 于是就辞了职力 然后他不断地继续地 努力地去找工作 但是都是处处碰壁 非常地艰难 很多雇主 只要一看到他有一只脚 而另一只脚 那个腹荡 那个腹浪 是空的 在飘啊飘啊 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残疾的人 那些雇主 都会 随便找一些藉口 就拒绝了他 即使是这样 健仔都不肯放弃 他相信 如果他选择不放弃自己 而是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继续充实自己 他仍然可以为他的将来 是奋斗一番的 1996年初 健仔又去报读 培训局所办的课程 包括了 如何去做一个接待员 以及电脑知识的那些课程 学成之后 劳工厨介绍他去一间印刷公司那里 来做电脑操作员 健仔就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做到今天 不单止这样 今天健仔还利用工愈的时间 来进修电脑美术设计课程 每一次他下班 就赶着去搭车 来上课了 今天健仔不单止有个 很好的谋生技能 他还可以用他的轮椅 向所有周围的亲友 来去说明一件事 就是说只要你肯选择你的前路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阻止得到你向前走 让我和你分享一篇的土词 这篇祈祷文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题目 即是叫做求受苦和得性的能力 啊 上帝 我不希望可以震惊还语 应之渺世的这些事迹 我只求拥有长久忍耐的毅力 那些人或者能够帮助我 但是有时候他们不能够 他们所开的药方是没有效的 我求你帮助我 好像一个精兵一样 没有哀声 没有怨言 没有叹气 忍耐再忍耐 求你帮助我通过自我狭藝的关口 但是不知道崩溃 主耶稣说 一切你都了解的 你一早就知道 客西马利元加在心理上那种负担 你知道所有的偏撻 惊激的冠冕和铁钉 加注在肉身那种的痛苦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我这么说 很兴幸你通过了这些一切的苦难 因为表示了你能够私河不差地 了解我今天的感受是怎样 我知道在末日 所有这些事都要过去 求你保守我 直到那天 我等候你应许的失业 在那时候不再有痛苦 就好像诗人说 甚至我说 我陷入极大的困苦中 我仍坚守信心 主啊 求你亦都帮助我 坚守信心 阿们 天父啊 我们不求你解除我们的痛苦 只求你在你的慈爱里面 使我们的痛苦 不知道白受 不知道违背你的旨意 而哭在那种的烦躁 不知道被自私的意念 去污染了 因着善良的爱 求你使我们可以顺正 因着向着你的角度 敬虔献身 使我们成为高贵 接着我们的主 你独生子的功劳祈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向你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增权益 而增权益 就会引起很多纷争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对方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难处 不认识自己的处境 所以他们的反对是不应该的 但也有不少人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权益 特别是我们这些癌病人 我们常常都会落在一种任人摆布的情况上 我们常常就会让别人去命令我们 做这样、做那样 自己完全不问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 为什么我要做那样 我们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决定是重要的 结果这些放弃自己权益的病人 其实就等于是消极放弃了自己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最低限度也都使到医生因为这样 所以不知道你里面的癌病 最新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没办法会让医生知道 到底我们的癌肿瘤是好了一些 还是恶化了 完全都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作为一个病人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争取这一份权益 还是我们应该放弃它 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正确的方法 来面对这个问题 假如这个问题 有一个医生来写 告诉病人知道 他们到底有没有权益 我相信这一类的说话 或者文字 就真的可以代表了 双方的利益 下一集 我就正是要跟你讲解 这一篇由医生执筆写成的 病人权益清诞 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